嗨,大家好,我是Niko 我這次來分享的是梳子 是特別好用又好梳的梳子喔 我自己本身是弱髮非常嚴重的 唉,這真的讓我很頭痛 那我平常使用的梳子是這種有握把的氣墊梳 但是呢,它的按摩效果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好 那無非的遠紅外線按摩梳 它的按摩的面積非常大 而且它設計的很特別,像一個鵝卵石的大小 就是這樣子 而且一手掌握,剛剛好,不管男生還是女生 一手掌握都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它還有附上一個收納袋 你放進去裡面就可以放到包包 你隨時想要拿出來梳,都沒有問題 放在包包裡面真的不佔空間啦 它就是真的來梳通你的新陳代謝 因為呢,它有獨家專利的遠紅外線功能 讓梳頭呢,不再是單純的頭皮保健 而是全身保養喔 大家應該都知道頭皮有很多的穴位 經常偏頭痛的我呢 就會拿這個梳子來梳 那它共有兩款 一個是金針跟竹針 那我現在的就是金針款 那金針梳梳起來就是有點涼爽的感覺 而且它還是使用24K鍍金的銅針 它可以抗菌 也不容易生鏽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非常好的 而且梳起來真的非常舒服 那就會有很多人問啊 市面上有那麼多遠紅外線功能的產品 可是都很玄耶 但是真是假,不知道 坦白說啊 實際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可以感受到啊 那種感覺你自己的頭皮 還有身心的狀態可以感受得到 那因為我家裡面是沒有那種專業的儀器 可以在做測試 但這個無非的遠紅外線按摩梳 是真的會讓頭髮越梳越蓬鬆越柔順 像我剛開始前面那個頭髮是還沒有梳的樣子 我現在就是在梳給你們大家看 而且它梳啊 它不會讓你的頭髮打結 我覺得就是非常讓我意外 不然我之前用這個梳子就是梳 梳起來就是感覺就是沒有那種 就覺得平平的圓圓的 沒有那種按摩的效果 那它這個梳起來就是 會讓你哦 頭皮發麻的那種感覺 它梳一梳 而且它也不會打結 有一些梳的話 頭髮後面還會這樣子卡住 你會沒有辦法扯下來 那你在梳的時候你看哦 我就是這樣子按摩頭皮 這樣子搓 它也沒有打結 而且很柔順 它整個頭髮你看都鬆鬆的 都鬆了 鬆開了 它就是 按摩大概 五分鐘吧 五到十分鐘這樣子的時間 你看整個頭髮 我現在這樣子 怎麼就是鬆的啊 就是非常的柔順 所以就是它這樣子一個小小的一個 我個人是推薦買金針啦 而且它的那個氣墊 是日本的氣墊 而且它這個這樣子 摸起來的觸感 真的差很多 你們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 非常的精緻 它真的不是在開玩笑的 當然上面一定多少還是會有頭髮 那就是做個整理 那你要做清潔的話 它上面也有就是很清楚的告訴你 你要怎麼樣去做這個書籍的清潔 它的盒子裡面就是有寫 那些詳細的使用說明 或是你可以掃QR code 就是去看如何清潔書籍 這樣子 那我真的是覺得說 它遠紅外線就是主要是在這個手掌 因為你的手掌心一定是會有溫度的 那你就是手掌這樣握好 握緊 這樣握緊 就是這樣梳 這樣是最舒服的 那你看像這樣子 拿著手柄這樣梳 這個真的完全是不一樣的感覺 我好難直接跟你們形容 你看這邊梳起來就是沒有那種蓬鬆感 它這邊梳起來就是鬆開了啊 這邊用剛剛這個梳子就是扁扁的啊 而且完全 這樣差異其實還蠻大的啊 你看這樣就扁扁的啊 越舒越舒服 啊我女兒也有梳喔 我女兒現在五歲 我拿這個來梳她的頭髮 她說她頭皮很舒服 雖然剛開始有點 欸覺得有點尖尖刺刺的 可是我小朋友的頭皮是比較軟啊 那因為我們大人壓力非常的 四面八方而來的壓力都很多 所以呢頭皮放鬆真的很重要 那有些人會說去拿那種刮沙板 去刮頭皮啊那一些的 我覺得那種太痛了 那你倒不如就用這個按摩梳 除了按摩你的頭皮以外 又可以把你的頭髮梳了整齊 又漂亮 你看這樣梳完的頭髮 所以我自己就是非常特別喜歡這個梳子 而且她的梳子做工非常好 她不是那一種就是想讓你 就是用完用壞了再去繼續跟她買 她們的主要的理念就是 我希望我製作的產品 這一個梳子可以讓你用 5年或到10年 我覺得這個廠商就是 完全的良心廠商啊 她不是那一種就是 故意用那種很惡劣的材質 劣質品 她還給你去做使用 之後用一用啊一下子就掉梳子 裡面的根啊 或是怎麼樣 或是氣墊就破掉了 等等之類的 之後你就要再花第二次錢 再去跟她買第二個梳子 她們家的理念完全不一樣 她根本就是替我們消費者省錢 你們可以到她的官網上面去看 她的顏色有哪幾種 而且我自己比較喜歡這種亮色系的 那我個人是非常推薦金針 這個金色的金針 那她也有那個竹針 竹針的話如果是 比較偏敏感性的頭皮的人的話 我會推薦是用竹針 那竹針的話是比較稍微 也不能說刺激哦 她是真的是比較 讓你放鬆 而且她的那個 涼爽度很夠 夏天非常舒服 這梳子就可以讓我一邊看那個電視一邊這樣梳 就大概梳個五到十分鐘 好啦其實簡單來講梳五分鐘就夠了啦好不好 那我就在這邊分享推薦給你們大家這一款 梳子 讓你按摩頭皮 後來呢也可以讓你的身心靈健康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